大家好 谢谢大西洋摄影群的编辑 选我这张图作为本期的封面 拍摄是 底特律河畔二月初的一个 阴脉寒冷的傍晚 光色和相质 实际上都不是特别尽人意 我想这张照片能被选上 主要可能是因为 冰雪寒冷的这个环境下 不为于这种比较难得的场面 无独有偶呢 我的另一张类似的片子 也被Only in Michigan杂志的编辑选上 那他写的评语呢是 A bald eagle and an icy Detroit river Prove to be a winning combo 那我想说的第一点呢就是 摄影啊要找有特色的 难以重复的场景和故事 那我想说的第二点呢就是 要对你拍摄的对象 他的习性 以及他所在的环境 气候等等 有足够的了解 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 人和 具体到拍音上来讲呢 就是尽量找顺风顺光的时候去拍 或者测光测风也还可以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音比较近 那么逆光可能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通常是顺风 顺光比较容易拍 具体到底特律河来讲呢 就是下午和刮西风 西南风的时候 比较光线啊 这个姿态方向都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鸟类 它的起降和飞机起降是一个道理啊 这个空虚动力学的要求嘛 它要能 比较容易的掌控它的 这个起降 它需要 是顶风 那对我们摄影者来说呢 就是顺风 否则你拍的就是 屁股 就是butt shot 看这几张呢 差不多都是顶风的 后面两张是侧风 第三点呢 我想说的就是摄影呢 要拍出变化 时间 空间 季节 等等各种各样的变化 多样性 比如这张呢 就是在下雪天 两只鹰 再蒸一条小鱼 那下雪天这种拍摄呢 还真是不太容易拍到 那这张呢 那这张呢 是在阳光下的 增夺小鱼 三只鹰在抢劫 玩耍一只死鸭子 压子落地以后呢 这群鹰在想去 怎么去 瓜分这个 站立屏 那第四点呢 我想简单的说两句 关于自然第一的原则 这个作为自然摄影的一部分 野生动物摄影 应该是 遵从自然 不去干扰动物的 这个自然的生活状态 拍音的前期呢 一般这个自然第一 不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音通常离人比较远 它不会 你想靠近也靠近不了的 尤其是在 比如说底特律盒 这盒的宽度就有四个英里 宽的地方也有差不多一个英里 我用的设备呢 是佳能R5 这个镜头拍音的时候 通常加了一个2X增背器 用的是428 这个光圈呢 就是5.6 焦距就是800毫米 那后期的过程呢 我主要就是 做一些厨造 调一下这个光墙 比如说把高光压一点 这个低光提一下 然后就是两次构图 一般这个 用的全幅距离远的时候 那个阴主体是比较小的 那么通过 那么通过用这个裁剪的方式 让它进一步 主体增大 突出主体 那我用的 这个 这个 Alpha呢 是8192点 乘上5000多点 最后裁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就 宽度只有1024 这种情况下 就是 放的最大的情况下 就是6400毫米的 等效焦距 通常呢 一般都是 这个 这个 Crop Factor 我用的都是 2到8 所以呢 这个虽然看起来比较近 但实际上距离 可能还是比较远的 就是 这个 自然摄影的后期呢 当然也是 应该尊重自然 呃 就是 大致处理一下 当时看到的景象 不应该去 做 这个 大的改观 这个 改天换地 我觉得是 不可取的 这个 如果是在 创意摄影 那么是 另外一回事 呃 上面讲的就是 我的 一些基本的 这个 拍摄 思想 和过程 呃 希望大家以后 有机会 互相 交流 提高 谢谢 各位 谢谢 这个 编辑 呃 我的介绍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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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